欢迎收看布基TV 我的保养日记 我是苏西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关于眼周保养的部分 那很多人都会因为黑眼圈而困扰 那我自己本身因为有过敏性敌眼 所以我自己的眼周部分也会容易因为循环不好 而导致有黑眼圈 那其实不光是循环不好 有时候如果是你太过疲劳啊 或是作息不正常啊 或是其实有些大部分的人都会也比较少运动等 这些都会容易也导致我们会有产生一个黑眼圈这样子 那如果是平常保养没有做足够的话 就是有时候眼部也会比较容易暗沉 那今天呢就来分享一下 我平常是如何去做一个眼周保养的部分 在这里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单靠外在的保养的话 也还是不能完全根治我们的黑眼圈的 那必须说你平常可能也就要养成良好的一个规律的作息啊 或是偶尔就可以去运动一下帮助你的循环 就是让自己的内在也变好的话 那你可能搭配产品的效果就会更加倍 就是会更减少我们的黑眼圈的产生 那有时候不光是黑眼圈 其实就是眼部如果浮肿的话 也会导致我们的黑眼圈看起来就是会更加的明显 然后病情也是更没有精神 那像有时候什么时候会导致你的眼部更加的浮肿呢 那就是像如果你睡前的时候喝了太多的水 也容易导致你隔天的时候会眼部浮肿 那如果是像是前一天晚上哭过的话 像这个情形也会容易导致你在隔天睡醒的时候眼部浮肿 像我自己就是昨天看了韩剧太感动 然后结果就哭了 那隔天这样今天就起床的时候 就是眼部就会比较浮肿这样子 所以如果遇到就是这种眼部浮肿的时候 就是让整体眼睛循环更不好的时候呢 我早上起床其实我自己会先这样子按压自己的就是眼睛的周围的穴道 那像我们眼周像这个上面的部分也会都会有那个穴道的部分 那大家就可以按一个定点的这样子压一下 就可能会觉得酸酸的这样子 那不仅可以让我们的就是眼睛可能会可以让它循环 那也会让我们就比较有精神一点 那可是大家要注意哦 就是不可以去按压自己的眼球 就是如果是这样子按下去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的眼球它是不可以就是这样子去压它的 这样会导致我们可能会有视网膜玻璃啊 或是可能眼球会变形之类的 所以你只能按摩眼周跟就是上面的穴道的部分 然后绝对不可以去按压眼球 那平常晚上洗完脸的时候呢 我自己是用这一罐Kiehl's的深夜奇迹的修护眼霜系列 那这罐眼霜它是在晚上的时候会帮助你的眼周 可以改善你的黑眼圈 然后做一个修护眼周的动作 那这一罐呢它的质地的话 大家如果要用眼霜的时候呢 应该要挤在你的无名指就是这一只手指头 因为这只手指头它是比较没有力气的 那在我们的眼部的话也比较不会造成一些细纹的部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挤出来就是这样子白色的质地 那试用在眼中上的话呢 就是我会这样子轻点的方式 然后这样子不仅也可以顺便按摩 然后也不会比较不会造成我们的眼部可能会有细纹 那轻点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呢 然后剩下的再带到你上面的眼皮的部分 就是这样子轻轻的擦 可是大家要注意就你不可以大力的去这样子大力的去擦 拉扯你的眼部肌肤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容易会造成我们的就是眼部的皱纹 那接下来呢我要分享我白天的眼部保养的部分 那白天我使用的眼霜呢会有两罐就是我会交替做使用 那一罐这个就是洛里眼霜也是就Kiehl's的 那它这一罐呢是加强你的眼周保湿的方面 那像如果眼睛比较容易就是眼周干燥啊细纹的部分的话 都可以来使用这一罐 那它的质地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罐还算蛮新的 它是里面是这个样子的颜色黄黄的 那它的质地虽然说是霜 可是擦上去之后呢 推开就会变成有点比较水状的 但是会有一点算是黏黏的 也不是那种很黏啦 只是因为它是洛里的关系 所以就是像这样子也是一样用我们的无名指 然后在眼周呢就这样清点 它就一下子就是变成水状然后就吸收了 就是会让我们皮肤还蛮快吸收的 那它这个就是针对那个保湿的部分 那另外一罐呢是这个咖啡色的这罐 它是那个超能量弹力眼霜 那它这一罐呢就是针对我们的眼周细纹 或是眼周浮种抛抛眼的部分来做改善的 那它这一罐的 这个质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里面是白色的 那其实我已经用蛮多了 所以就是快没了这样 它是白色的质地 就是白色的样子 那擦起来的话呢 就是把它涂 是很容易去做推开的动作 那不会油腻 然后就是也是推开之后还蛮清爽的 那但跟上一罐酪梨眼霜的部分的话 就是两罐的质地就也很不一样 因为另外这一罐的话 酪梨这一罐是会推开水水的 比较算是水的感觉了 那这一罐呢就是推开擦上去的感觉是一样的 但是它很好推开 那也感觉就是很容易就吸收 就是还蛮干爽的样的感觉 那最后呢 我再跟大家要分享的是 我上次4月份去Kios拿到的试用品 它是激光及静白顺效亮眼霜 那它这一罐眼霜呢 也是适合白天的时候去做使用 那它是有防晒系数是有30的部分 就是可以让你的眼周防晒 那打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的质地呢 这样子 挤出来呢 它是有颜色的 大家看得清楚吗 就是它是有颜色的 所以应该是擦到脸上它会有那个润色的效果 那 试擦一下给大家看 就是 也是这样子清点 所以这罐因为它有润色效果 所以其实它是比较适合 我们白天的时候做使用 而且因为它也有防晒 所以我们晚上睡觉就比较不适合用这罐了 因为如果是擦这样子有润色效果的眼霜的话呢 我们是一定要卸妆的 不然久了之后呢 就会导致我们的眼部暗沉 那大家有觉得有不一样吗 应该是好像是稍微有比较亮一点 那这罐就是整个推开 推在手上已经有很明显的润色 一个润色的效果 这样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罐有润色效果的 如果两边擦完之后是会遮我们的黑眼圈啦 所以就是算是如果你平常只上淡妆的话 就可以试试看这罐 最后呢真的要提醒大家 如果是用有润色效果的眼霜白天使用的 那一定要记得去做一个卸妆的动作 千万不可以忘记哦 就是不要想说可能我没有上妆 然后可能晚上呢就不用卸妆了 那其实你不要忘记自己的眼霜 如果是有润色效果的话呢 它就像是你化妆一样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咯 喜欢的话呢 请按这边的红色订阅按钮 也可以按下方的订阅按钮哦 那这一边大家就可以看到上一集的 就是一些保养的分享 大家也可以做参考 那就欢迎多多订阅本频道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 拜拜 那另外一罐呢